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华指责反对党提出的言论把团结政府形容到像是在压迫反对党执政的州属 他说政府只以反对党执政州属的拨款全部到位 一分钱都没有少 安华表示 吉兰丹获得3亿5150万令吉的拨款 邓加罗获得4亿1110万令吉 而玻璃市获得的拨款也有1亿5400万令吉 安华在国会下议 为2023年财政预算案进行部门总结时 反击反对党在成为执政党的三年里又做了什么 他说团结政府今年也拨出总计62亿令吉的发展拨款 给吉党吉兰丹 登加罗和玻璃市 对于首相的宣布 将为沙拉越和沙巴的中小型企业提供额外6亿令吉的特别拨款 副首相拿多斯里法迪拉尤索夫表示欢迎 法迪拉尤索夫表示这是个好的宣布 特别是对沙拉越的中小型企业 因为过期的联邦政府分配 通常沙拉越和沙巴的分配均涵盖在全马拨款中 所以当沙拉越和沙巴的企业申请时 拨款已分配完毕 和沙拉越沙拉绝跟沙拉送宣布 在沙拉沙拉北公司带丹 研沙拉朝�宣布 happened toFil has said sort of Kili 오늘도 政府将通过国民储蓄银行BSM 及以小额贷款基金的方式 为沙巴业和沙巴的中小型企业社区 提供额外1亿令吉 的特别拨款 至于银行也会提供中小型企业 高达5亿令吉的贷款担保 换个焦点 警方破获今年沙拉月最大宗的毒品案 成功逮捕一名本地男子 并查获重达35公斤 市值350万令吉的冰毒 沙警察总监拿督阿兹曼 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这起案件是今年至今 杀警方起货最大宗的毒品案 警方在这起案件中逮捕一名37岁本地男子 分别在该名男子的车上和公寓内 查获大批毒品 他说古近景区毒品罪案 调查组刑警根据情报 在本月8号下午一点多展开这起行动 阿兹曼说嫌犯之后 被押到居住的公寓单位 刑警在屋内搜出22包 重达22公斤676克的冰毒 以及一包装有363克冰毒的透明袋子 因此查获的毒品总计是35公斤486克 他说嫌犯被邀往警局进行尿疫检验 结果对毒品呈现阳性反应 同时警方也查出 这名嫌犯拥有9项毒品罪案前科 嫌犯自2021年开始涉及贩毒 一般都是通过邮寄服务 从西马贩毒团伙取得毒品供应 并根据对方的指示派送毒品 主要供应给古境及周边地区的毒品市场 嫌犯目前被扣押7天驻查 警方也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B条文来调查此案 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死刑 另外一名47岁的女子在晚上交友 不慎坠入了爱情验局 市主多达48次的转账 被验走了55万6042令吉 尤其是 市主为了帮助他的男朋友决定借钱给对方 自1月31号至2月3号 进行48次总额达55万6042令吉的转账 到对方指定的7个银行户头 本月4号市主的男友优如人间蒸发 无法联系上市主才惊觉自己受骗 经过多天才布上警局报案 对此阿兹曼提醒民众要始终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被冒充他人的骗子所欺骗 本地女子被社交媒体上一则虚假的 线上助理招聘广告所吸引 结果被骗了超过4万5千令吉 不料受害者久久没有收到对方承诺将发出的用金后 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因此在3月8号早上10点向警方报案 asal dengan tendiakan sendiri pengadu tampil membuat laporan polis di Bahagian Selanjang Janiak Komersial ICB disibu dan mendakwa dirinya telah kerugian berjumlah 5.45 ribu ringgit 49 ringgit 99 sen jadi sudah berk�これは 我是很深刻的认识 以不容易被复制和被承识 用生互联系的交流 这些社会认识 让使用社会或者公司 上述要求或是领导 各种工作人员的意愿 足迹菲利也强调 民众可以到鄰近的警局查询 也可以向相关执法单位的热线 进行投报 把焦点转向全国 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天在反弹无法令及洗黑钱法令下 被控六条罪 不过他都否认有罪 获准以200万令吉的保释金保外候审 慕尤丁一共面对四项滥权受贿 及两项洗黑钱控状 包括接受总额高达2亿3250万令吉汇款 以及涉及1亿9500万令吉的洗黑钱指控 他皆否认有罪 并获得法官批准以200万令吉 以及两名担保人的条件下保释外出 有关于滥权受贿的四项控状 指控慕尤丁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 涉嫌滥用他的首相 以及土团党主席的职权 接受三家公司总额高达2亿3250万令吉的 汇金给土团党 因而在2009年反贪务委员汇法令下被控 一旦罪成刑罚为不超过20年监禁 罚款不超过贿赂金的5倍或1万令吉 是何者为高 至于另外两项洗黑钱控状 慕尤丁被控使用党主席的身份 向相同的三家公司收取总额高达1亿9500万令吉 并汇入土团党的联昌银行户口 由于源自非法活动收益 因而在2001年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下被控 一旦罪成刑罚为不超过15年监禁 罚款不少过非法活动总额的5倍金额或500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慕尤丁对所有的指控 表示明白控状内容并且否认有罪 要求进行审讯 陈审法官阿祖拉阿威 责定案件在5月26号过堂 也是土团党主席的慕尤丁 今早大约8点41分抵达法庭时 受到大约百名支持者在场迎接 以及为他加油打气 昨日慕尤丁也出席大麻反贪务委员会总部录取口供 此外慕尤丁也在昨日出席额曼区一项活动上表示 他在接受盘问期间 也针对选择性扫标计划Jana-Webawa 以及在担任首相期间被指滥用权力的指控 做出解释 也是巴尔区国会议员的慕尤丁 在地体面控并获准保外候选后 在大使路法庭大厦外召开了简单的新闻发布会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司法不公 他也促请党员和支持者保持冷静 并遵守法律 不用走上街头声援他 在提及他是否会辞去党主席的职位 慕尤丁透露 他将交由土团党最高理事会来决定他的去留 并表示会遵从任何决定 换个焦点 来自司里街和丹荣玛尼的1230名学生 在刮拉拉让回校计划中获得上学用品 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刮拉拉让区周一言 拿都联达利夫 相信还有许多家庭 仍在冠病影响下苦苦挣扎 所以希望透过这项计划 减轻这些家长的负担 尤其是贫困家庭 联达利夫表示 该计划是根据地区分阶段进行 包括司里街的石拉兰 以及在丹荣玛尼的拉朗 华拉威特 连达利夫希望这项帮忙 能够鼓励社会者力求上进 成为一个学业优良的未来国家栋梁 沙警察总监拿多莫哈默阿兹曼表示 捐血是一种高尚品德 因为可以挽救有需要者的性命 所以必须立即消除部分民众对捐血的负面看法 对此 莫哈默阿兹曼呼吁那些有资格者捐血 以确保医院血库持续拥有充足的血液供应 莫哈默阿兹曼说 捐血也有利于捐血者的健康 感谢收看最捷的热报 我是小元 愿大家周末愉快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